DBS 娛樂圖條追星情報戰 今天要帶大家來追誰呢 娛樂圈的大事撐敲燕的婚禮 昨天晚間正式舉行了 其實我們在昨天傍晚的時候 已經做過相關的報導 不過今天早上持續為大家來更新追蹤 因為婚禮講結婚誓言的影片 現在公開了 15年後的今天 我們回到同一個地點舉行婚禮 有你們的參與 我覺得很幸福 謝謝你們來 畫面上可以看到 其實陳喬恩他身穿白色的婚紗 而且站在美麗的花朵面前 首先他先跟所有遠到來而來的好友們致謝 之後就跟自己的丈夫感性告白 不過僵著僵著居然就哽咽了 謝謝你常常讓我感覺到 這個世界很好 而我也很好 你是最好的老公 謝謝你愛我 我愛你老公 看了真的是大家應該都很感動吧 因為陳喬恩他43歲結婚 但是不嫌晚因為遇到了他非常愛的人 而兩個人定情的資地 就是在馬來西亞的蘭卡威 而昨天晚上舉行婚禮 其實所有的伴娘伴郎團 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了吧 而陳喬恩也是發出了他們的合照 首先他是在微博發文就說 親愛的朋友們很愛你們啦 之後發上來的合照可以跟大家看到 其實大家在那邊就像是在拍偶像劇一樣 真的是太幸福了 而且花絮的影片呢 同樣讓大家都覺得說沉浸在粉色爆炮裡面喔 不過呢這一次呢可以看到說 甚至還有輪到明道的時候還他還站上台 是抱著他的女兒呢 唱了這首 明天我要嫁給你 友誼呢 多讓大家感到讚嘆喔 不過呢 更令人家讚嘆的是什麼呢 是陳喬恩的好友謝娜 雖然人很可惜沒有辦法到場 但是可以看到陳喬恩 PO出他們兩個人的對話記錄 謝娜呢 居然是轉賬給他紅包 給他多少呢 66666.66的大紅包 折合新台幣呢 就是大概30萬元 讓所有人都非常的震驚說 這個也太霸氣了吧 不過所有人呢 都是紛紛的線上祝福 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的呢 今天主題情報戰就聊到這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